杨军傲那儿 我把插了齐 你的人再敢去卖白粉的话 就当着坐轮椅吧 你吓唬我 功还那么大 你说战去战 你是谁 能娘 想打架别挑日子 单挑啊混蛋 战争一触即放 为了抢地盘 两个老大纷纷下了毒手 说好了单挑 双方小弟不敢掺和 这时被逼急的骨仔一脚踹过去 接着死死扣住大师兄的脖子 对方也不甘失落 终地肘击他的父母 骨仔收手时 表带不慎划破对方脖子 见了血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双方叙事逮换 就在此时 骨仔的小弟赶来之远 比得大师兄只好举手势意休战 别看骨仔现在身为老大 风光无限 而几年前 他还只是个小混混 在九龙城寨帮老大看场子 九龙城寨与龙混杂 滋生了不少灰色产业 骨仔在这里管理一家白粉当 整个九龙东的尹君子都从他手里拿货 可就在这天 骨仔发现 竟然有人在他的地盘上 私自卖白粉 他当情人手下把人抱走一通 逼问私货来源 对方很不惊道 没两下就松口说这些东西来自慈云山 一旁的云哥瞬间慌张起来 因为慈云山是他的地盘 对于不守规矩的人 骨仔从不手软 他将一包白粉塞进对方口袋 然后吩咐手下 以贩卖毒品为友把人交给警察 接着 骨仔走到云哥旁边坐下 质问他 说是这么说 但云哥心里慌得一批 因为私货确实出自他手 作为九龙城寨白粉档的一员 他一边看厂子 一边卖私货 打一份工赚两份钱 只是他不敢得罪骨仔 所以这件事打死不能承认 为了赞比疯道 云哥一个眼神示意手下阿记 回去通风报信 此云山管理私档的人名叫东管仔 他们手里的货价格更低 生意一直不错 但他们也有原则 就是绝不卖货给小孩子 这是阿记找来 找他说今天在那儿收工啊 这么好 还剩下多少包 好 我们开饭 然而生意做得久了 云哥没能抵挡住诱惑 染上了毒液 晚上他躲在卫生间偷偷解决 结果被牛可柔撞见 可柔抢过他手里的东西 扔出窗外 而此时云哥的解释显得苍白无理 见年又沉默 云哥更是得寸进尺 自己没钱吸毒 就哄骗可柔出去做舞女养炭 只是五天而已嘛 总好过你在家里游手好闲啊 可柔听了这话 瞬间治好了多年的低血压 然而他舍弃不下两人相恋十年的感情 想着将来有一天云哥能改过子信 最终还是答应了 从那之后 可柔开始出卖思想 陪在不同男人的身边 另一边 谷仔因为此云山私当的事 再次找上云哥 然而在车上面对谷仔的试探时 云哥依旧阵阵有词 此时谷仔露出早已看透一切的眼神 让气氛瞬间紧张起来 云哥心虚了 连忙追问才得知 谷仔今天就是要去砸雌园山的场子 很快 他们就抓了不少私自卖白粉的散货 其中就有东莞仔一个 好在他激烈 在被抓时就把白粉吞进肚子里 为了逼问出私当的幕后老大 谷仔给他们上行 先是用钳子加脚趾 接着再用鞭炮 但东莞仔嘴比钳子硬 见他不肯招过 谷仔让人给他扎了一管空气 接着他看向云哥 对方明显不但定了 紧张地直咽口水 因为一旦大量空气浸到血管 是会要人命的 为了救东莞仔 云哥亲自出门 一脚将人踹倒 连打代骂的作戏给谷仔看 谷仔见状上前提醒了一句 这话的意思是 他知道此事是云哥在背后搞鬼 但他点到为止 不再计较 等谷仔离开后 云哥才得知东莞仔把货吞进了肚子里 为了把东西弄出来 东莞仔只好一个劲喝过七牛奶 正巧这时 可如下班回家 看见这一幕就知道云哥之前说戒毒全是在骗他 他把云哥拽到屋外 质问他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 云哥却满不在乎的说 你多陪客人出几次台嘛 真啰嗦 可如无比失望 本来转身要走 但他气不过 回头就给了云哥一巴掌 可如没想到他们之间会变成这样 哭了半天后 最终失望的离开了 此时房间里 东莞仔终于把货取出 兄弟几个才松了口气 但此时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埋私货的事 已经传到谷仔老大的耳朵里 老大要他去抓人 谷仔只能照做 当晚兄弟们就带着长刀上门砍人 事发突然 云哥招架不住 被人砍伤了手 好不容易从后巷逃了出来 又撞上在这里吃饭的谷仔 谷仔让手下先撤 然后把他带到一旁 把我把这本书还了 还有命的话 帮我借本大结局 谷仔之所以帮他 是因为之前在慈云山 买白粉的小孩子是他弟弟 而云哥没有卖 间接帮了他一把 只是此时的谷仔绝对想不到 在见面时 对方身上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话虽这么说 但谷仔不得不跟云哥套进户 以此请求他帮自己的弟弟戒毒 两人虽然没有什么交情 但在戒毒这方面 他只信得过云哥 别看云哥现在在戒毒所工作 混的人模狗样 但十年前 他还是一个无可救药的瘾君子 因为没钱吸毒 逼女友去做无女 导致对方最终忍无可忍 不辞而别 直到这天他在街上遇到一个老头 才下定决心戒毒 对方吸毒吸了六十年 为此败光了家里的两间金铺 弄得家破人亡 两人聊了一夜 等第二天天亮 老头就因为吸毒过两丢了性命 到最后连个能给他处理后事的人都没有 无奈之下 云哥将老头带出成战 一路上唏嘘不已 他不想自己将来也变成这样 就在这时 一个人的出现 改变了他的命运 此人就是之前因为买卖私货 而挨了一顿毒打的药文 原来那件事之后 药文就戒了毒 现在在一家戒毒中心工作 在他的宣传下 云哥也加入了戒毒队伍 还带上了兄弟东管仔 这个过程十分痛苦 两人终于熬不住了 想趁夜逃走 可就在这时 云哥看着墙上的百合花犹豫 百合花是牛可柔最喜欢的花 两人相爱十年 最终因为他吸毒闹得不欢而散 想到这些 云哥坚定了信念 重新走回戒毒所 这次之后 云哥终于成功戒毒 并且成为了戒毒中心的义工 很快骨仔的弟弟为了戒毒 也来到云哥这里 但没想到这小子 还要按底在身上 把警察都招上门了 云哥为了让他安心戒毒 不惜得罪警察 三言两语赶走了他们 弟弟为此十分感动 你不问我 都做了什么 来来去去的 不就那些事吗 不是杀人放火就行了 现在的云哥虽然远离江湖 但因为他够仗义 道上的兄弟反而更敬重他了 这天 他得知帮派大佬达树遇上了麻烦 便挺身而出 在法庭上为他求情 他很少闹事 倒是常让小弟们来听戒毒讲座 很帮我的忙 在云哥的帮助下 达树最终免除了牢狱之灾 他也因此成了达树的座上宾 协助他处理一些帮派纷争 而眼下就有一件事急需处理 原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黑帮也开始做正经生意 其中最赚钱的当属运营小巴车 结果两个帮派 因为争抢运营路线的事情 闹了起来 不仅互破油漆 更是几十辆车堵在街上 司机们大打出手 因为影响太恶劣 警察找上门 让达树管好他的手下 可此事还涉及另一个帮派 达树不肯先低头 无奈之下 只好由云哥出面解决 他把双方召集起来 提了一个方案 有他出面 两个帮派也都同意 下午两点半为分界点 分开运营 现在的云哥在黑白两道都说得上话 曾经的兄弟却在工底搬砖 并且一直不肯跟他联系 云哥了解阿基 猜测他一定是有沾上了毒品 所以才不敢来找自己 为了把他带回正路上 云哥主动找上门 为了让阿进戒毒 云哥抄起铁锹要跟他动手 这时阿进走到一旁坐下 无奈的笑了 他说之前就是云哥带他吸毒的 现在却来劝他戒毒 看云哥表情这么认真 阿进一时间也沉默了 东莞在见状直接跑到包公头面前 替阿进辞了职 云哥告诉他 东莞仔就是戒毒后 找了份在电视台上班的工作 所以他希望阿进也能过上更好的日子 在兄弟们的劝说下 阿进也终于下定决心 转眼半年过去 戒毒成功的他成了一家养老院的护工 看着兄弟们都在变好 云哥非常欣慰 与此同时 前女友可柔也在这天找上了他 云哥看见他 明显愣了一想 算起来两人已经分开了十多年 当年云哥亏欠可柔太多 所以他没想到对方会再来找他 而可柔现在能心平气和地跟他续旧 正是说明他早已放下了当年月 原来早在几年前 他就和一个日本人结婚了 虽然丈夫后来因车祸离世 但他很满意自己现在的生活 并且定居在国外 云哥这一听 才知道自己没有机会了 他其实一直都放不下可柔 所以这些年来都没有再交女朋友 可两人注定有缘无分 短暂续旧后 可柔就离开香港了 里边 云哥收到一封信 原来是他申请的十大杰出青年 通过了审核 黑白两道 只要跟云哥有交情的人 得知此事后 都纷纷赶来祝贺 连古仔也特地让人送来一袋子钱 让他拿去建设戒毒中心 现在的古仔白粉生意越做越大 显然成了一封霸了 但数打招锋 这天他正准备离开餐厅 结果跟仇家大师兄狭路相逢 为了 我正想去找你的 将去奥那儿我把插了提 你的人再敢去卖白粉的话 就当着坐轮椅吧 你吓唬我 功还那么大 你说战就战 你是谁 张娘 想打架别挑日子 但你挑我混蛋 然而因为抢地盘的事情 互相看不顺 一言不合就打了架 混乱间 古仔的手表不慎划破对方脖子 双方剑拔弩张 大师兄更是因此下定决心 要跟古仔对着干 云哥不想事情闹大 找到大师兄为古仔求情 我说这事还能摆平了 他下手要再重一点 咱们就得清明剑了 大师兄心里有气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他告诉云哥 想不撕破连翼也可以 但得让古仔掏点钱出来 云哥把大师兄的想法传达给古仔 但他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混江湖的人面子最大 让他送钱去给大师兄 就意味他向对方低头 古仔无法接受 然而 就因为这个选择 断送了古仔的幸运 这天晚上 一群持刀混混拦住他的屈辱 二话不说对的他就看 古仔毫无防备 身上也没有武器 只能掀翻路边的桌椅勉强抵抗 好不容易逃出来 结果在横穿马路时 不慎摔倒 被卷入了车底 等云哥赶到现场时 看见了古仔的尸体 心里很不适滋味 他知道这是大师兄下的毒手 但对方已经跑路 谁都没有办法为古仔报仇 或不担心 没过多久 好兄弟阿进查出自己的来者 云哥一直都是兄弟们的主心鬼 眼下他在难过 也只能把泪水往肚子里咽 很快 阿进就因为病情恶化 变得不成样子 可柔得知他生病 赶回来看望 两人便也聊起了当年的事情 阿进知道云哥一直放不下他 想牵线让两人和好 正好这是云哥走了过来 我一直没有搬家 没换过门锁 就是等你回来 但是可柔之前被他伤透了心 不是几句话就能回心转移的 云哥为了打动他 做了一桌子餐 饭桌上 可柔终于说出了当年他不告而别的原因 原来那天晚上 可柔也做了这些菜 只是那时他已经对云哥失望透顶 便在菜里下了毒 想跟他同归于界 但等了许久也不见云哥回来 他便独自吃下了毒药 只是他命大 没有死成 被人及时发现送去了医院 再次说起这些事 可柔还是流下了眼泪 云哥自知伤他太深 为了弥补可柔 他也在汤里下了毒 然后一眼而尽 可柔健壮赶忙送他去医院 把人抢救了回来 经此一事 可如意识到自己心里还有云哥 然敞开心扉 决定重归于好 电影的最后 几人片阿静度过了他人生最后的一段时光 想起他们曾经一起砍人 一起吸毒贩毒 到最后全部改过自信 过上跟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 这一切都像是发生在上辈子 而他们也庆幸自己戒了毒 才没有像其他的隐君子一样 落得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